欢迎收听长篇都市玄学灵异小说 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金金 1912集 那个狐狸精应该不是个傻子吧 张凡停住脚步对那个男人反问 听到张凡这话 男人巍巍一正 不明白张凡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依旧还是回答道 当然不是了 这狐狸精十分的精明 把我给玩得团团转 那就是了 你能想得到 他自然也可以想到 即便我口头答应要放过他 他就真的可以把他所知的一切 全都告诉我吗 他都告诉了我 他还拿什么能保证我可以放过他呢 这样的话 将会变成一场打太极一样的持久战 在中途 他如果稍稍地走漏一些个风声 咱们不仅查不清案子 救不出你的情人 还很有可能都得玩完 张凡说罢 那男人面色一变 而后赞通了点头 哦 你说得对啊 张凡喝了口水 在一楼待了七八分钟 便直接回到二楼 回到卧室以后 他先是拔掉了 狐狸精身上的银针 狐狸精发出了一声轻吟 而后便恢复了正常 十分钟到了 你想得怎么样了 咱们 咱们就没得商量了吗 狐狸精满怀 稀奇地望向张凡 可张凡的回答 却是十分肯定 没有 我 我 既然如此 那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张凡打断 紧跟着 一股强大的相簿之气 在张凡周身鼓荡 然后便见到张凡的大手 朝着狐狸精的头顶 重重地拍了下来 这一掌如果拍实了 这狐狸精 一定会魂飞魄散的 我说 我说 在张凡的手掌 即将落在狐狸精头顶之时 狐狸精急忙开口 张凡的手微微一顿 不过 他并没有把手给放下来 如果我发现你骗我 即便你告诉了我 一些事情真相 我也会毫不犹豫 把你打个魂飞魄散 即便没有你 我也多的是别的办法 可以查清这个案子 我 我明白 那你说吧 张凡把手收了回来 把你所知的一切 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 如果我有疑问 我会中间打断你 好 只是我办这事的 是联合会的后勤长老封镇 他给了我两种古毒 让我卫服给东兴村 壮族部落的人 东兴村那些个死者 都是后勤长老封镇指定的吗 是的 不 有一个例外 那个例外 是第一个死去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 是我做实验用的 做实验用的 两种古毒的配比是三七 但我忘了哪个是三 哪个是七了 所以就只好试验了一下 第一个死者面色出现了紫黑色的症状 但风筝告诉我说 死者的面色应该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由此可见 我的这种配方是错误的 接下来 卫服的那些人的古毒 都是金蚕骨占比为七 蜻蜓骨占比为三 张凡看了一眼狐狸精 微微点头 张凡只惨实地用七星北斗古毒阵 压制住了苗族部落里面 小名字身上的古毒 那古毒并没有彻底解除 需要在半年之内找到解药 这样才可以保住小名字的性命 而知道两种古毒的配比 便是为小名字研制出解药的 第一步 东苗村的苗族部落也出现了中毒事件 这事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什么 苗族部落也出现了中毒事件 这 这我不知道啊 狐狸精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惊讶 不知道 我看苗族的中毒事件 也是你造成的吧 萧冲面带寒芒 盯向了狐狸精 不是 真的不是我 昨天我去了华南省 怎么可能是我呢 那你去华南省干什么去了 我 我 我去办点私事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这回不等小冲开口 旁边的男人 把话给接了过来 你哪里是办什么私事 你是接了封城的电话 你才走的 虽然我没有听到你们说什么 但是我可以确定 你是跑去给他办事了 快说 你到底做什么去了 我 我 我 去关押 他的家人了 狐狸精指了指 旁边的男人 听到这话 男人的毛子猛的一亮 而后 快步到了狐狸精的面前 一把耗住 狐狸精的衣领 我的家人怎么样了 你把他们 关在什么地方了 狐狸精 愿度地 看了一眼这个男人 从他内心来说 他是十分痛恨 这个男人的 是这个男人 把他出卖了 导致他被夺了道行 又有了性命之忧 你快说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男人使劲地 摇晃着狐狸精的衣领 怒声地大喊 来呀 你倒是来呀 你倒是对我不客气啊 你又是把我杀了 你一辈子 别想见到你家人了 你 你 男人被气得双臂颤抖 却是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 这时候 张凡冲着男人说道 把他放开 听到张凡的话 男人猛地回头望向张凡 那眼神似乎是在对张凡说 你不是答应了我 要救我的家人吗 我让你把他放开 你没有听到吗 张凡继续冲着 男人冷声说道 张凡答应了男人 要帮男人救出家人 他自然是会新手承诺的 但在这个时候 张凡不易帮男人 距离力争 表现出 想救男子家人的样子 如果那样的话 狐狸精很有可能 会以此作为医长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双方很可能会陷入僵局 那样的话 对于张凡是不利的 我 男人叹息了一声 松开狐狸精的衣领 转身并要离开 把他拦住 张凡对萧冲吩咐 他是怕这个男人 一时冲动 而坏了大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